好那現在為大家帶來的是DestinV第一屆的第一組比賽 目前是四進二的比賽 半決賽 那第一組的對戰是由Apocalypse對上Innovation 目前已經來到3比3 雙方贊成一個平手 還剩下看這個 搞不好你會獲得新剛的能力 我看過了 動畫的 我看過漫畫的阿 動畫跟漫畫不一樣你知道嗎 可是大字還是一樣的阿 可是你知道他很多細節是不同的 而且動畫裡面有很多是漫畫沒有的心結 知道阿 好吧 好那我先報一下雙方出的領位 在地圖一眼中方向的紅色人類玩家 是來自A色戰隊的Innovation 在地圖一眼中方向的藍色人類玩家 吃來自IVD戰隊的Apocalypse 好 現在雙方站到3比3平手啦 誰贏這場誰就是 緊急怪獎軍賽的選手 那Innovation 我認為他這場應該會跟對方打10 應該是不會放招 因為已經放那麼多場了 對方應該會啪啪 對方肯定是會增長 好 那Innovation這場就選擇一個速網 好 真的是要上場打一個速網 那Apocalypse這邊一樣選擇蓋兵營喔 那等等可能還是會蓋瓦斯 那會選擇應該是會選擇正常 好 這應該是 死神開 好果然正常 那這樣子的話 這場Innovation 在開局上面是稍微有一點點優勢 那Apocalypse這次公兵可能會左晃晃右晃晃 到處看一下哪裡有怪東西 欸 因為這張圖是對點 那Apocalypse選擇是直接往對方家走 一來是可以偵查到對方家裡的科技 是速網還是正常打 那一來還可以看到對方是否有要放他招 那Innovation這邊等等會直接放下自己的軍工場 好 好直接上來 好看到對方是一個速網 這個兵很慢速網 好直接弄一下他 Innovation等等應該蓋這邊 放一個哦 VF 好那這樣知道那個Innovation是打一個速克技的打法 那自己家裡的話應該會跟著放VF吧我想 哦我覺得這有可能要開礦哦 我覺得Apocalypse可能會直接開礦哦 開礦以後再放下自己的那個軍工場 然後打一個全方流 應該是會這樣打 因為他在知道對方是速網的情況下 這樣做還還蠻不錯 就是直接他已經確定對方是速網了嘛 那肯定是會有一波壓制 那他就打一個雙開 反應爐等等放一個軍工場以後 那等等那個軍工場可以直接出坦克 直接出坦克 然後飛機場可能出個圍巾這樣子 打一個全方 等等應該是會軍工場 哦這錢有點虧 因為一開始有拉 有拉一隻工兵偵查 哦換到了一隻工兵這不錯了 有干擾到一下飛機場的進度 誒濃飛前沒有發現 這有點 有點第一時間沒有反應過來哦 這個應該是要第一時間拉一隻工兵去的 然後這個飛機場又要被清掉 然後這個壓制的進度又被拖延了一下 哦這個 這個 這個死神這樣是有打到 這 至少拖延了快15秒 我覺得還不錯 那個死神這樣子 這樣的話等等那個 要點出來的時間晚 好 那伊隆飛前這邊選擇出度壓 他並沒有要用隱形女要去鬧 那伊隆飛前還是一樣是打一個全方 他對於那個 Apocalypse Apocalypse這邊的 那個 完全是一無所知的 他打一個是全方的 一樣是打前面那種 出度壓的 那 這個等等這個一樣 反應圖是掛個這個兵營 好那這邊 Apocalypse這邊是選擇了 這個 這應該是會直接出坦克 我想 好 B 因為他看到對方是 掛科技實驗室 所以說他要防對方一手女要 要防一下女要 所以那個 在這時候放下他自己的 那個 科技實驗室 那一樣 這邊是放了他的那個 科技實驗室 這個是要出坦克 好 果然是打一個全方流 維京坦克加上槍兵 那開局的話 雙方這樣開局 我認為 Innovation是稍微 賺了一點 稍微小賺一點 欸那邊卡一下人 好 我覺得Innovation小賺 這個 變成是那個 Apocalypse 因為他有偵查的關係 他反而變成了 有點綁手綁腳 那 雖然說那個Innovation 不知道對方在做什麼 不過他其實也是打一個全方 沒什麼差 沒什麼差 那剛好這 這一場 Apocalypse 並沒有要壓制那個Innovation 好你看 偵查到對方是一個 有可能打一個隱形女奧 所以就蓋三個防空塔 那這樣Innovation 整個賺翻 你沒偵查到 可能還不會蓋三個防空塔 那你偵查到的話 就必須要蓋三個防空塔 那這樣 真的還蠻還蠻賺的 三個防空塔 一個是 一百塊是不是 看一下 我忘記一百塊是七十塊 呃看一下 一百塊 一個防空塔是一百塊 那還蠻貴的 這樣就三百塊了 而且這個防空塔是不能回收 三百塊都已經快要可以放下自己的三基地了 好 Innovation這隻公兵過來看一下對方大概長什麼樣子 但是在門口這邊應該會直接被吊寶給清掉 吊寶 好 那這樣看到這個吊寶 應該也想到對方是雙開了 好 一樣 Innovation 速瓦以後出一隻鍍鴉 然後直接兩台坦克加七八隻 兩台坦克加八隻槍兵空頭 那我想要學習的話 其實 呃我覺得同一個套路 一個強的玩家 同一個套路 其實就可以直接學 哇這個為什麼Innovation的 槍兵打贏對方 對方明明就在高低視野喔 結果他居然把人都讓打死 好直接過來 這邊還有一個鍍鴉 可以丟一個自動砲台 這頭下來 坦克叫起來 哇這個很傷 公兵全部拉出來了 但是坦克沒有操作 坦克沒有操作 丟下兩個自動砲台 公兵死傷得很嚴重 哇這打贏了 這Innovation 這一波空投 這波都打贏了 喔公兵又拉出來 但是這槍又沒有解決 哇他歷史這邊可 要直接被帶走了 媽 哎呦上面有女腰 上面有女腰 但是女腰沒有 差一點就爆了 這邊又在坦克發呆 好這波 然後整個 爾帕里斯這邊是元氣大傷 元氣大傷 這超虧的 公兵損傷了 二七之農民 二七農民 所有主冠軍全部拉出去 都死光光了 那這邊坦克架起來 那直接把一號挺 把剩下的兵給帶走 哇 直接 直接刷翻 公兵數量還到 三七比十八這種 極大的差距 喔這邊有人在讀秒 爾帕里斯 爾帕里斯 噢這是一個 拔線 沒有拔線 沒有拔線 他可能只是 電腦稍微激動了點 好那這邊 這個 這個打法不錯欸 剛剛的打法就是這樣子 數瓦斯 對不對 數瓦斯之後 兵銀 蓋完馬上蓋VF VF蓋完馬上蓋VS 然後那個 等到VS蓋到一半的時候 大概進度到快要接近一半的時候 蓋下自己的科技實驗室 然後再把這兩個做交換 那 交換以後對不對 他直接用那個 飛機場做一個度壓 度壓做完以後 然後他那時候 做度壓的時候 他的那個 他的那個VF會掛反應爐給BB 然後BB 然後再掛一個反應爐給那個 然後再生產度壓的時候 再掛一個反應爐給那個 飛機場 那這樣的話就會有 兩台醫療艇 等等 等等我們如果有興趣的話 我們再重新看一次好 看這樣 用再重新看一次會比較清楚一點 好 這次四台空頭 四台的醫療艇加上度壓空頭 這可能 要直接帶走 這直接投臉上就死啦 那Illocation也 一定要分兵手 不要怕從這邊這邊 二框被投也是很危險的 但是 Illocation直接從主框這邊空頭 所有的部隊 所有的醫療艇都加速 衝過過去 要投下來地坦式空頭 坦克直接架起來 槍沒有很多 工兵都拉出來 但是兵力差 差距有點大 好 這邊 這邊坦克已經先 因為Innovation是先架好的 所以說坦克是 造成傷害非常大 的話 這個 Apocles這邊 可能要直接帶走了 GG Apocles非常可惜 我們恭喜 Acer戰隊Innovation 4比3擊敗了Apocles 那這樣晉級的決賽 說好的趕時間 結果就直接晉級決賽 OK OK 那 好 我休息一下 欸 我趁這個時間 看一下liplay喔 但是我怕他們突然開始 我看一下喔 他們下一場是 哈克和那個 哈克跟 喔 欸 他們已經進遊戲了 哈克打 哈克應該是要打 打那個 CAN 但是CAN還沒在 我看一下 我趁這個時間看一下 那個liplay好了 大家學習一下他這個打寶 趁這個機會趕緊學習一下 我們快速帶過好了 Innovation這個打法一開始 他是完全不偵察 完全不偵察 然後 第一個 他的補擊站都是放在這個位置 他都是固定放在這個位置 然後會蓋下一個 自己的那個 瓦斯 然後兵銀 兵銀蓋完以後 他的那個會直接蓋下VF 這時候是還沒有蓋那個補擊站 他直接蓋VF VF蓋完以後這時候會蓋一個補擊站 然後這時候槍兵會做 一直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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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到3分40秒的時候 蓋下自己的第二個瓦斯 這非常重要 3分40秒一定要蓋瓦斯 18萬的那個 鍍壓會卡瓦斯 好那這樣子VF蓋好之後 把他現在蓋下自己的飛機場 飛機場 然後這時候一樣 繼續不斷生產自己的槍兵 槍兵槍兵槍兵 不斷生產 好這邊被干擾一下 不過沒關係 那這個等到那個飛機場到了一半的季度的時候 直接蓋下一個科技實驗室 可以直接 然後槍兵一定不斷生產 槍兵一定要不斷生產 不然到時候槍兵數量不太夠 好那這下飛機場直接換到了 直接換到了那個 這個 科技實驗室 那這邊一樣 做一個 鍍壓 那他只要這個科技實驗室做完的時候 就直接飛上來 馬上蓋上一個那個 反應爐 那反應爐等等是要 掛給那個兵營 掛給兵營的 那兵營這邊做到槍兵做到六隻 好直接換過來 換過來以後 然後等等這個 過來以後會再做 喔這邊是直接 喔這是直接 唉呀這邊有個細節 原來是直接 把這個 科技實驗室再掛回去 給那個VF 這樣VF就可以做坦克 那這邊 那個藥廷是直接用那個飛機場 直接做兩隻 再做兩隻 然後鍍壓就這樣子 這樣的話就變成他可以防守 他可以守那個 鍍壓 欸等一下等一下 有個地方沒講到 但是他的二礦放的時間點 他二礦放的時間點 是在他的 五分四十秒 就是他的那個 這個 鍍壓按下去以後就蓋 鍍壓按下去之後就蓋這個二礦 好 鍍壓按下去就按一個礦 好這邊直接先把他的 那個 反應爐掛給他的BB 掛BB 然後這邊出 連續出兩台坦克 然後出兩台醫療艇 兩台坦克兩條一次 那這樣不斷地出槍兵 OK 那到這邊的時候 等到他兩台醫療艇出來的時候 就會有兩台空頭 兩台空頭出去的時候 就帶著他的那個 鍍壓一起過去 然後直接投人家二礦 那他一開始那個槍兵 可以出去 親一下室友 然後確定一下那個 你的空頭位置是不會被發現 那直接從 直接投到礦去以後 降下來直接架起來 那這樣的話對方就會打傷 好那這樣就完成了 農兵權的 開局的打法 那一樣他後面就是 一樣是不斷地出坦克跟那個醫療艇 那槍兵就是 那個兵贏這邊是補到三兵 三兵贏這邊是 我看一下這邊還有一個 營運的東西沒有講到 就是 他不是載兩船兵出去嗎 他應該是在那個這裡 兩船兵載出去以後 快要載出去的時候 這邊就趕快把下 把自己的兩個兵P給補起來 就在你的兵不停的情況下 把自己的兵P補起來 那這樣的話 等等載出去以後 對不對 載出去以後你接下來就是 可以營運了 然後這邊就不斷再出兵 然後這邊打完之後 第二波就可以再從家裡再載出去 那大家就像這樣子啊 我覺得這個套路還蠻不錯喔 大家可以學習 好OK 結束 我怕他們已經開始了 所以我趕快先跳出去